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就想问你 如果两个人一起约会 你会选择我吗 如果会的话 你可以过来跟我积个掌 然后一会儿我们可以再出去聊一聊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哈喽 小叶 你好 我是小枫 我觉得今天咱们三个在游戏厅玩得还挺开心的 你也慢慢的打开了自己 和我们聊的话题也越来越多了 在抓娃娃的时候 我看到你有一个特别想抓的小玩偶 我趁你不注意的时候 还特地多抓了好多次想帮你抓到 可惜那个架子不听我话 今天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我和云波两个人分别打个分的话 你会分别打几分呢 请你坐到你打的最高分的那个男生的边上 就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哈喽 责任拥挤 我是唐光正 我们今天也是一组出去玩的嘛 然后在路上 我们也聊到了一些共同的愿望和想法吧 觉得我们也是比较有共鸣的 我觉得我们对于对方也有相互想学习的点 你有学滑板的想法 我想让你帮我起的藏族名字 然后我想好了 它叫长寿的大海 如果你帮我起好了可以 找机会来告诉我 有机会的话 明天我们可以一起去活动吧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用藏语来回答我 今天会不会想到我会给你留 其实在第一天的时候 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高冷 难以接近的一个人 我当时也觉得 我们应该之后也不会有接触 我从别人口中听到 你其实是一个很外向的人 然后话也很多 我觉得我们需要自己接触一下 才能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不是说找机会回答你第一天的问题吗 那我就先来回答一下 我自己感觉我话还比较多 对 所以 你明天如果愿意和我一起接触的话 你可以 喊一下 除了我以外的另一个男生的名字 如果说 你 不愿意和我接触的话 你直接大声喊出我的名字就可以 就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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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珍珍 我是小叶 没想到吧 今天是我给你留言 昨天在摩天轮上吃饭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你特别会照顾人 然后会让我想起我姐姐 你在照顾你弟弟的时候 感觉自己像个爸爸 所以 我觉得你是那种特别像姐姐一样 会照顾人的大哥哥 所以我现在 有一些疑惑和问题 希望你来帮我分析一下 就是今天 我和Pico还有小峰一起出去玩 然后觉得 Pico有点 不是特别情愿 就是好像不太在意 有点无所谓 然后小峰的话 感觉相比起来 好像有一点点小幼稚 你能从男生的视角 包括你对他们的了解 来 给我分析分析吗 嗯 就这样 你好 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听出来我是谁 今天一天的相处下来 我很开心 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有教养 然后人特别好 特别贴心的男生 就像是我真的不会打篮球 但是你没有说很不耐烦之类的 这一点我就真的很谢谢你 很感谢你 然后就像是今天 在饭桌上谈到就业这个问题 我说完之后你说的那句话就让我觉得 很感动很感动 你这句话让我觉得好像有了共鸣 就很感谢你 然后还有一个我特别想问你的事 就是很想知道 如果抛弃掉一切的杂念 考虑 你想要去做什么样的事 嗯 你可以现场回答一下我 哈喽小枫你好 今天是第二条留言 也是我觉得我会给你的最后一条留言 昨天最后问你的问题 你虽然撩了头发 但是今天早上在选社团的时候 我感觉你还是更想跟别人一组 但是也没有关系嘛 然后也谢谢你昨晚的回答 今天和大家相处了一天 然后发现琪琪 其实和第一天给我们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反正今天和她相处下来还蛮舒服的 但对我来说还需要再接触看看才能决定 所以你一会睡前可以帮我问问看 我和她相处了一天之后 她觉得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 相比她有觉得什么不同吗 谢谢啦 那最后我对你今天的问题是 你对你目前最有好感的女生 喜欢的程度你觉得达到了百分之多少 百分百就跳十下 百分之五十就跳五下